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烏克蘭的羅宋 湯烹調文化列為 兵維的文化遺產的名單 烏克蘭文化部長表示 這是羅宋湯戰爭的勝利 但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說 這是現代基輔國族主義的實力 以甜菜跟洋蔥 胡蘿蔔包 新菜 馬鈴薯等材料為主 有紅湯 綠湯 白湯 三種版本的羅宋湯 是東歐地區國家常見的一道 家常料理 多年以來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 經常在社群媒體爭辯 羅宋湯是自己的國菜 2020年烏克蘭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申請將羅宋湯烹調文化 列入兵維文化遺產名單 結果原本預計要到2023年才會出爐 如今卻因為俄烏戰爭的影響 教科文組織決定快速審核 在一號拍板定案 消息一出 烏克蘭文化部長特卡清科推文稱 贏得了羅宋湯戰爭的勝利 其他戰爭的勝利也將接踵而至 對此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 沙卡洛瓦語帶嘲諷地表示 俄國版本的羅宋湯根本不需要保護 這是現代基輔國族主義的飲食實力 一切都烏克蘭化 他還以鷹嘴豆泥與抓飯為例 好幾個國家不都也將這些視為是國菜 恭喜新聞網後很編譯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